安坑国小副社幼儿园在期末举办成果发表会 不少家长都特地前来参加场面相当热闹 此外学校也安排了家长参与大会操以及亲子游戏 让爸爸妈妈可以进一步了解孩子的学习状况 安坑国小副社幼儿园在期末最后一天举办成果发表会 展现这个学期的学习成果 不少爸爸妈妈都特地前来参加场面热闹滚 小朋友带来了大会操 跟着老师唱唱跳跳模样相当可爱 不仅如此校方也邀请家长一起同乐 让亲子间有更多的互动 傅佑特地利用秀举这天举办我们期末的成果发表会 那也让家长能够来参与孩子的学习成果 那今天我们特别准备了一些大会舞 跟一些孩子的学习的一些动态的表演 以及一些有趣的亲子互动的活动 拉起长长的布条模拟大海中的烂花 以海洋世界为主题设计安排的亲子游戏 让家长可以陪着孩子一起体验与玩乐 现场充满了欢笑声 安坑国小校长陈玉芳表示 这次的成果发表 其实也特别将幼儿园的课程融入其中 希望爸爸妈妈趁着这个机会了解孩子在校所学 同时陪伴他们一起学习成长 希望说家长也能够参与孩子的学习 了解孩子在学校学习的状况 那也将我们安坑妇佑的沉浸式的英语跟闽南语教学的成果 展现给家长知道 这场成果发表会不仅见证了幼儿园学童的进步 更让人感受到了亲子游的温情 安坑妇佑期盼 家长能够继续支持学校老师们的努力 让学童持续在快乐的环境中成长茁壮 继续成品展门期新店采访报道